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这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中 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 是迄今唯一被认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 这意味着端午节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 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节日 演变至唐代而大体定型 且传承千余连的端午节俗 虽在中国各地不尽相同 但汉族居处多地的端午节俗 是以纪念伟大诗人屈原为主题 以吃粽子和龙舟进度为主要内容 端午节俗如何演变成纪念屈原的节日 屈原文化又怎样传播海外 并在东西方交流中体现价值 近日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 湖北省屈原研究会会长蔡敬全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对此予以解说 中国的四大节传统节日 自一的端午节 本来与屈原不相干 这个节日在屈原出生之前老早进入了 它是一个传统的祈福 攘灾的景 挂艾草叶 喝熊黄酒 用腰草泡水洗澡 是个欺负攘灾的景 中国一朝历代的文化精英的成长 都和屈原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大众的生活 也和屈原联系在一起 汉代这个端午节 已经成为汉王朝 东汉王朝作为国家节日 东汉晚期 就和屈原联系在一起 本来和屈原无关 后来因为是5月5月初午端午节 这一天屈原头江而死 到唐代这个端午节在全国广大地区 基本认定是为屈原而过的节日 那么三省四地湖南湖北的端午节 都纪念屈原 我们现在的进度叫什么 叫进塞 不叫进度 因为端午节的传说 是屈原头江自成了以后 这个弥洛江的老百姓 要去抢救屈原 就争先恐后的滑着船 朝屈原头江的地方 去抢救 那么在后来端午节书演变 这种进度方式 就成了竞标 屈原及其处次作品 所衍生出的 一切相关文化创造成果 和文化表现形式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历史人物 它被历史认定为 中国的私魂国魂和民族智魂 它成了中华民族竞争的形象代表 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象征 所以我们端午节成功 这种作品有十几种文字